在我们黑暗痛苦的时候 我们都会问 为什么是我 你会怎样问呢 你会很迷惑地问 为什么是我 或者是 你会很生气地问 为什么是我 或者是很煞气地问 为什么是我 到底我们要如何地问 为什么这个问题 才能找到曙光呢 让我们一起地从诗篇 一起找到亮光吧 大家平安 欢迎大家再次地回到 我们的灵修系列 在这个11月份呢 我们开始了 这个新的灵修系列 叫做黑暗中的曙光 我们希望带领大家 从诗篇里面 在这个黑暗的时期里面 我们能够从诗篇里面 找到力量 还有曙光 因为通常在黑暗当中的时候 或者在这个时期 我们常常都会问一个问题 说为什么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 这些事情会发生 为什么这个疫情 一直不会停下来 为什么 为什么会面对这些的打击 所以今天 我要从带领大家 从我所知道的 一篇非常喜欢的诗篇里面 他问了很多的 为什么 应该是最多 在诗篇里面 他应该是 问最多次 为什么的一个诗篇 你知道是哪个诗篇吗 他就是诗篇 42篇 因为在这个诗篇里面 他问了6次 为什么 当然他不是用为什么 他用为何 为何 他说 所以 所以诗篇 42篇 说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愁烦 因当仰望神 因他笑脸帮助我 我还要称赞他 然后他继续的 再讲到 说 十一节 他说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糙 因当仰望神 我还要称赞他 他是我脸上的光荣 那么很多人呢 好像我这样 都非常的喜欢 这一篇的诗篇 因为这一篇的诗篇 是一个非常出名的诗篇 不但是因为刚才 这个为什么这个问题 而是他 他开始的第一节 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浪漫 很诗情画意的一个图画 也有很多的诗歌 也在 也因着这个诗篇而写成的 因为第一节就讲到 神啊 我的心切勿你 如露切勿细水 讲到这一节 你应该非常有印象 你可能听过这首歌 啊 你是不是有听过这首歌 啊 所以 啊 所以 当然 我说 这个 我们有这个可恶的心 好像 乌 吸水 这样 啊 来吸 来 来 客户神 哇 给我们一个好像很美丽的图画 一个小鹿 啊 在这个的吸水旁 喝水这样 啊 是个非常浪漫的 诗情画意 但是 如果 我们 这 其实去看清楚一点点 他其实是说到 原来 可能 这个图画 可能不是这样 可能是这样的图画 就是这个的路 好像 啊 好像 渴得要死了 啊 没有水了 在这个干旱的时期 没有水的时期 找不到水的时候 他渴得要死了 他说 哇 他的心 啊 啊 这个路 啊 渴得要死了 啊 啊 所以 我们看到这个的诗人 他 他其实 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浪漫的一个图画 而是一个非常凄凉 非常凄惨的一个图画 为什么呢 因为 他接下来告诉我们说 他为什么这么渴得神 好像渴得吸水那样 因为他有很多的问题 他有很多的悲伤 啊 他说 他说 我的心渴望神 啊 就是永生神 我几时可以朝见神呢 他说 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 人不处地对我说 你的神在哪里啊 所以 他有这个的困难 我们不知道 他可能是因为病痛的原因 或者是他因为被炉 他的国家灭亡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到圣殿里面来敬拜神 感觉就好像我们现在这样 嗯 封锁了 现在我们不能够再去教会崇拜 所以我们有人在渴望 啊 因为我们去不到教会 我们不能够敬拜神 我们不能够跟弟兄姐妹来敬拜神 所以他怎样呢 他周夜 早上和晚上 他都以泪水 当饮食 他说 他有这个的渴望 他问 他问 他我们看到 他一直地问 为什么 所以当我们一直来问为什么的时候 我们 会 有这个的 我们可能走不出这个的黑暗 我们有这个的黑暗中的 渴望 所以他就说 我的心啊 你为何渴望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因为 因为我们知道 当他一直在问的时候 他日夜 他周夜 来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是我的时候 而且当他问 问错人的时候 问错对象的时候 因为他跟 他 他问错的时候 他 是周围的人 就对他说 你的神在哪里 哇 然后呢 不但这样 然后呢 在对齐 他的敌人也跟他说 你的敌人 我的敌人 时常的跟我说 你的神在哪里 所以 这个 当我们不断的来问 为什么是我的时候 而我们 没有问对 对象的时候 我们 啊 就好像一首歌说的 一首广东歌叫做 越问越伤心 啊 他问为什么 他会给你更多的问题 你反而答 解答 拿不到答案 所以我们应该怎样问 所以我们看到 从这边是没看到 当我们 当我们不要问 为什么 是我 不是问四周围的人 而是要开始怎样呢 他向谁问呢 他问他自己 他问他的心 他对他的心说 我的心啊 你为何 愁烦 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 烦躁 因他阳望神 因他笑脸帮助我 我要 我还要 称赞他 他就怎样呢 他就把 把这个的问题 来问他自己 他说 我的心啊 他问他的心 我的心啊 你为何愁烦 为何愁烦 这个是不是好像说 我们在 自言自语 说了啊 我们说发神经了 已经找不到答案 没有人可以给我答案 啊 我崩溃了 我自己跟自己说 我的心啊 我自问自答 是不是这样呢 其实 当这个诗人 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向他的心来问 说我的心啊 你为何愁烦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为什么你会愁烦 为什么你会烦躁的时候 他其实 是愿意承认 他不再否认 这个的问题 他不再否认 问题可能说 问题应该是在别人的身上 他可能开始怎样呢 他进到去里面 来看到 问题 可能是出自在 他自己的身上 他认清楚 他现在的问题 他的情感 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心啊 你为 为什么 你会悠闷 所以 这个的问题 是一个的 承认的时候 带来一个的反思 也带来一个反省 也让我们能够认清 我们真正的 那个的情况 可能 答案不会立刻就有 可能你会知道多一点点 问题在哪里 所以 当我们愿意问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愿意开始 在什么 等待 我们看到 连主耶稣 他也当他在 克西玛利年的时候 他也是当他 非常忧伤的时候 他 他也是像他的门徒说 在马太福音第二 十六章 三十八节这边说 他对门徒说 我的心极其忧伤 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 和我一同警醒吧 他告诉他们说 哇 同恶的字 就是我的心啊 你愿意忧闷 他说 我们要知道 我们里面的忧闷 我们里面的忧伤 然后呢 我们愿意开始这样 当我们愿意问 我们的心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 在黑夜里面 我们愿意等候 虽然我们还在 黑夜里面 但是当我们愿意 等候的时候 你就看到 你开始看见曙光 这个感觉就好像 当你突然间 在黑暗 做一些停电 看不见 身手不见物质的时候 然后 你突然间 你慢慢的 上帝很奇妙 创造我们的眼睛 就慢慢的 当你愿意等候 你不用慌张 你愿意等候的时候 你的眼睛会慢慢慢慢的 看到清楚 而这个 就是当我们愿意问 我们的心 为什么的时候 然后当我们愿意问 我们的心的时候 可能也没有真正的答案 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也没有完全的答案 然后我们应该问谁呢 我们看到这个诗人 他问了自己的时候 他也不觉得完全很好 他还是非常的忧伤 他还是说 我的心还是很游闷 我的心还是很忧愁 所以他说 他向第六节他说什么呢 我的神啊 我的心在我里面 悠闷 所以我从越旦地 从黑门里 从米山 米撒山 纪念你 然后呢 他 他向神说 因为他知道 他对自己说的时候 不能够完全解答到问题 然后呢 他就对神说 他问神说 为什么 我的心还是一问 为什么 会发生这个事情 所以 他在向神问的时候 我们看到 他愿意的 不单是向里面的反省 而是他现在愿意怎样呢 他愿意开始仰望神 他愿意的 愿意的怎样呢 在黑暗的当中 他愿意的学习 来看见神 他来到神的面前 他说虽然在黑夜当中 我现在还在黑夜当中 我愿意怎样呢 他说 来到第八节 他说 百周 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 黑夜 我要歌颂赞美 是我生命的神 所以他继续地向神说 我要对于我的神 我的磐石说 我为何 你为何忘记我 我为何因仇敌的气压 时常哀痛呢 所以他对神说 为什么 然后呢 他继续地再回到神的面前说 我的信啊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愁烦 应当仰望神 因我还要称赞他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诗人 有没有学习的一个功课 就是他愿意 他知道虽然在黑夜当中 我在等待的时候 虽然我不能够再做些什么东西 但是他可以怎样 他可以向神来祷告 来歌颂 那位赐他生命的神 他还可以仰望神 虽然在这个的黑暗当中 当他可能没有答案 神也没有回答他 为什么这个问题 但是他愿意来歌颂 来赞美的时候 他这个就成为他黑暗中的十个 黑暗中的仰望 这个就好像主耶稣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主耶稣也在十字架上 你还记得吗 在十字架上 他临死之前 他非常的痛苦 因着罪的缘故 我们全世界的罪 都压在他身上的时候 他觉得非常的忧伤 非常痛的时候 他也在十字架上 问了这个问题 为什么 他说 为什么 我的神啊 我的神啊 你为什么 丢弃我 为什么离弃我 连主耶稣也问这个问题 但是主耶稣是不是个绝望的 这个的 呐喊而已呢 我们知道 主耶稣其实在这里问的这个问题 其实他是 引用四篇 第二十二篇 对 一个问题 啊 我的神啊 我的神啊 你为什么 离弃我 所以这个是 所以主耶稣 乃是向神来仰望 主耶稣啊 给我们看到 他愿意向神来仰望的时候 这个问题 可以成为一个的师哥 给我们看到 最后 他把他的灵魂 交托在神里面 他成了 他顺服 他的生命 成为了 一个伟大的师哥 成为我们的祝福 成为我们的救恩 所以今天上当我们在 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可能 我们没有答案 可能神也没有回答我们 但是神怎样回答我们 神要用他的慈爱 就是透过主耶稣 来给我们知道 他爱我们 无论是百中 无论是黑夜 他都要向我们施慈爱 他可以施我们生命 他要让我们在黑暗当中 我们能够看见曙光 在黑暗当中 当我们愿意敬拜 让我们愿意祷告的时候 我们从我们的为什么 变成敬拜 英文就说 from why to worship 我们就能够在黑暗中 看见曙光 各位姐妹 你现在是不是在黑暗当中 你是不是继续的来问 为什么是我 盼望 这个成为我们今天的祷告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来到我们 我们要对我们的心说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我的心啊 你为何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为他会用笑脸帮助我们 百中 他要向我们施慈爱 黑夜 我要歌颂 祷告 那是我生命的主 愿神祝福你 愿神给你平安 让我们同性的来祷告 我们的神啊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求祝你帮助我们 主啊 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为什么 我们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的苦难 这些的痛苦 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但是今天 我们要 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能够的看见 我们里面的问题 让我们不再逃避 不再否认 让我们能够 向我们的心说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我的心啊 你为何愁烦 我们的心要来仰望你 因为我们知道 你必用笑脸来帮助我们 你是我们的帮助 你是我们的力量 你是那位向我们摆奏 向我们四次爱 黑夜 你是赐我们生命的主 你是那位什么黑夜歌唱的主 主我们求祝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黑暗当中的时候 在我们在黑夜当中的时候 你都与我们同在 你继续地用你的爱 扶持 保守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黑暗当中 能够看见曙光 让我们开始走向 这个医治的道路 我们感谢你 我们谢谢你的慈爱 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救命救 Amen MING PAO CANADA